两年前的下棋活动对比如今的下棋活动 奖励仅有如此大的差距 兄弟们 周六磁心路鬼这个活动 现在奖励是真的差太多了 不要说是印象流 老邓在2021年的8月做过一期视频 就是记录磁心路鬼奖励的 来看看两年前的奖励对比如今的奖励 当时因为某些原因 老邓短暂地玩过三个月的职业实态 两组129级的飞升舞开号 都是221的组合 这还有当时的队伍截图 当时的游戏各方面 号价都是比较低的状态 一组是三个壁子收的 一组是两个壁子自己拍的 当时这两组号放到去年 起码差价都有一个壁子 这两组号也是稳定三拍期多一点 来看看物品奖励 第一组号 一车的物品奖励 看看这超级金流路 看看这大瓶子 看看这大物宝 我的天 一车物品奖励 这是现在能比的吗 五个号游戏比 还有151万游戏比 再来看看第二组号 三个大瓶子 各类宝石强化石 也是刚好一车五瓶 还配上了145万的游戏比 就说这奖励流补流批 我现在看的都是一脸口水 再来看看如今的奖励 劳登的173级的大号 现在都不刷持新了 没啥效率 游戏比还低 小号五天机 效率也是三盘棋 让我们来看看这三盘棋的奖励 就这么点 歪刮裂枣 已经很久很久了 每次都是半车的物品 这次还格外的差 再给大伙看看我谁有的奖励情况 这是我粉丝群的一位 10开129的奖励 基本算刚好一车吧 超级金流路一个 大瓶子一个 整体来说对比两年前 大伙感觉到了吗 不只是物品变少了 超级溜溜什么的也变少了 甚至大五宝这个东西 以前持新也是会出的 但今年我还没见过 甚至群里我都没有见过 谁有出过 如今的梦幻 这正反馈是真的有点不够 无开都这样 单开就更加没物品了 发起一个灵魂的疑问 为啥削弱了这么多产出 难道这两年梦幻的大佬 真的跑路了一半吗 还是说刷子比起两年前增加了一半 真的不明白了 另外这个案例告诉大伙 两年前没削弱奖励的 10开129 也就刷个6到8亿的游戏币 现在再来职业刷子 还是真的还得打折 真的不可取 兄弟们记得点赞 你们点赞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拜拜